大家好我是班大帅 欢迎收看我们期大帅观众的观众们 风哥的纪录员 S牌纪录员遇到正外 佣兵先知邮差杂技 这个阵容熟悉我的观众应该知道 我觉得这种阵容就压根赢不了纪录员 四黑的话是有机会的 然后呢 狼人我是见过的 除此之外 正常的路人局非四黑 这种没有控制牵制能力 我觉得也就一般的阵容呢 想要去战胜一个纪录员 非常非常的困难 风哥你别怪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相信大家也能够理解 对不对 原因的话呢 我就不再过多的赘述了 因为我觉得我想了够多了 前期第一刀打得很舒服 这边的话虽然狗咬住 但是闪现已经好了 这边逼出这个鸟以后 闪现一刀带走 整个击倒节奏也就在一分半左右 邮差这边的话 过板刀 骗那起板子 一刀带走好的 这种这种博弈 其实蛮难博弈的 就是你想要去砸头很难 想要砸头很难 因为透视到你了 这边还挂个地下室吗 输是肯定输不了了 就看记录员能不能赢了 我们看这边佣兵 佣兵的话可救 我觉得这局呢 佣兵杂技如果两博命 其实两个博命都要套出来 才有可能把这个局 脱购成一个 三人开门战保平的 因为如果说你这边完全不给到 记录员压力 记录员全程控场 干扰密码机 穷者很难 非常非常难 你密码机到后面就完全修不了了 等到后面就第一个人被挂飞了以后 你这边密码机 就漂亮 风哥这个闪现 你也是真敢打呀 你这闪现留着不好吗 你这闪现交的怎么说呢 确实够果断 隔窗刀你要给上好的 因为毕竟先知还有一只鸟 万一这边油拆26起来了呢 对不对 你这闪现交的就 风险还是有点高的 然而这边的话 我觉得记录上这边的油拆 应该是可以快速击倒 追倒好的 这样的话双倒杂技这边得再来救一波 杂技的距离非常的远 先知这边来救嘛 先知这边不会也是一个博命吧 他们需要确实需要通过博命啊 再来把这个局势盘活 但可能性不是特别高 下板打一刀飞轮 那没有博命的 没有博命的 这边记录一手 傭兵叫自己 护臂跳过来捞人 狗咬住 还行吧 先把人淘汰了 因为这种局就是 三人残局 然后密码机不够 特别密码机现在差的还不是 最后一台半台的那种的 我觉得 我就没见过这种局 穷者能翻的 说实话我真没见过 这种局能翻 连平局都没有见过的 就是被压着打 就是被压着打 硬打 这里 先知这个位置 砸板 这为什么要牵呢 我就这边等鸟结束了 你打一刀先知不好吗 这边牵有点 有点过于的没必要了吧 这先知还有鸟 然后这边先知不断的吸鸟 不断的吸鸟 狗还咬中了 30秒 闪现好 最后一台机 但是这边它 是这样子的 这个时候呢 只要记录员 盯着最后一台密码机 这个时候球员得修两台 这边的话觉得 杂技没必要过来 杂技这边得歪名去重新起机子 无论是宝拼也好 真胜也好 这个时候杂技都 交完这个球就得走了 他得去修密码机 他得去修密码机 然后呢 先知应保 帮忙扛刀也好 给鸟也好 都可以 确实这个局 这波我没想到 但是我觉得 只要守住机子 其实还行吧 还行吧 两个人修一台吗 两个人修一台容易被无效啊 这边的话反应很快 拉开了 应该是拉开了 还在绕 还在绕 先知又多了一只鸟 天哪 我感觉风哥 这 不会屏幕真的被奶糊住了吧 前面打得这么好 怎么现在感觉有点上头了呢 有封住吗 佣兵这边刚才 我感觉是被封住了的 你要给上了 这边有闪现的 佣兵也要来帮忙扛吗 好像没有 没被 那这样的话就是 球者那边反应真的贼快啊 但很可惜的就是 你这边 再封 封一手 封一手 哎 漂亮 这个就是假装我水月封密码 密码尽掉了 打了个震慑 其实挺不错的 但是这个震慑 他主要这轮 这把的话 穷者确实在面对 现在也是这些顶尖 穷者有经验啊 他们这个反应真的够快 就当沈月的那一刹那 手就拉开了 以至于 好像在我上级小看来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无效 就是怎么样才能无效呢 就是我记录你的时候 你在破翼 才会出现无效 门封住 这边先知 18秒以后还有一只鸟呢 闪现也已经交掉了 这边的门能开吗 门现在被无效到了 一刀带走先知 好的 这边继续封门 但是现在封门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人多了以后 再封 佣兵 哎 你看这波封住了 这个还是就双方拼反应 拼手术的 要拼反应 拼手术的 但是因为这边先知 这里还把他挂上 三个人在这门口 这门能开吗 我觉得佣兵顶出来一手吧 佣兵可以顶出来一手 被往前顶 来 这佣兵是个教自己的 他这边的话 记录下自己的攻击 管佣兵 先知救下来有鸟 那这样的话那边门能开 一刀打中的是先知 完了完了 园独子 那这边击倒先知 要直接传 直接传这傭兵也走了 记录自己的攻击才行 哎呦 这局打的是真的很精彩 打的是真的很精彩 毒嘛 也确实有点毒 好了 我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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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